邵威利表示 由看法局退休是她個人的決定 林志峰報導 當被問到關於退休問題 邵威利表示從看法局退休是她個人的決定 她還說做公務員已經超過30年 而之前經過澳門舉辦的三個大型運動會 職業生涯變得豐富 現在希望過簡單的生活 另外對局長的職位沒有留戀 邵威利補充現在會以澳門澳委會第一副主席的身份 繼續協助推動澳門的體育事業 首要任務就是將奧運火具傳遞的活動做好 下午在澳門澳委會總部舉行了新聞發佈會 公布了5月3日奧運火具傳遞澳門站的細線 之前未公布的贊助商21個火具手名單 以及6個後補火具手名單已經出路 現在120個火具手只剩下屬於國際澳委會的一個名額 未有答案 另外亦落實了火具傳遞當日 由23架車組成的車隊 至於火具手被分配到甚麼路段 暫時還在談緊 澳門電視台記者林子豐報導 請多久